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最近我有个朋友,他大概有自备款300万 然后要在双北市投资不动产 看了一轮之后呢,他非常的烦恼 到底是要买Jill公寓呢,还是新城屋 新城屋的话有物馆跟电梯 这样管理起房客是比较方便的 但是呢,很高的公社比 让他的这个出租空间有限 所以他非常的犹豫 那Jill公寓的话呢,又要花很大的装修成本去投资 其实呢,不论是投资新城屋或者是Jill公寓 他都有一些挑选的PayPal哦 首先呢,是把投资策略订定出来 像是想要选择选整层出租或者是隔套出租 因为两个装修成本跟管理成本的落差都非常大 所以创造出来的投资报酬率也不太一样 若以300万来讲的话 公寓隔套呢,会以新北市为主 那如果整层出租的话呢,不论是公寓或者是新城屋 在双北都是有机会的 像如果考虑旧公寓的话 由于抓收费用比较高 因此呢,房子总加预算要再抓低一点 可以先往向内找 因为房子会折旧,土地会增值,地点最好是万中之选 但地点好的房子呢,通常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 尤其大马路上的门牌就更不用讲了 因此呢,往向内找 像内往往藏有一些不错的Apple Case 另外呢,看到一些原始屋矿的房子 要觉得很兴奋 因为这样才有创造价值的空间 千万呢,不要被网路上那些美美的照片给骗了 因为呢,美的背后是要付出代价的 有的投资客呢,会把严重的臂癌用木板直接封起来 买来打开之后呢,才发现要花重本去整理 而且只看别人整理好的房子 对方肯定是要赚一手的 因此房子看外表更要看内在 如果呢,考虑新城屋的话 可以观察一些重化区是否有投资客在导货 因为大部分的投资客呢 都会希望在交屋前就要出售 那如果在交屋时还没有出售的话呢 如果又有一些资金准备比较不足的投资客 他们会因为心急就想要出售 比较愿意让利 如果再加上景气不好 遇到大抛售潮时 就是买方市场可以趁便宜减货了 或者是可以直接考虑建商的装潢样品屋 因为药品呢通常都是放在后期才在买 这时镇商都准备收工打烊了 余屋通常比较有谈价的空间 加上房子已经装潢好 可以大大省下一笔费用 整层出租让房客可以一个皮箱轻松入住 如果呢是投资新手的你 建议可以从公寓或者是新城屋的整层出租开始 因为呢这个比较不涉及太大的装修 那这个风险是比较可控的 那如果在不动产里面投资已经相对比较有经验的你 也可以考虑呢是不是要来挑战看看公寓的隔套出租 但是呢因为它牵涉的这个法规面比较多 所以风险比较大 但是呢风险高 会获得的报酬率也就比较高咯 如果呢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要按赞加订阅 另外呢也可以赶快搜寻一下我的粉丝页 歐玛的风格地产笔记 那我们影片今天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次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